请听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伟东官房笔记第五部 作者小小老树 演播王明军 市长刘斌要亲自到城津参加整治非法采矿的工作总结大会 一些心术不正视侯伟东为仇族的人 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兴起点风浪 古云峰看到沿途的标语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事情要糟糕 城津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关闭非法开采的小千心矿 社会矛盾尖锐突出 且这些标语无疑就是通知上访者有市领导来城津了 此时的城沙公路正在半幅通车 路况又不好 如果真有上访者拦了路 那事情就不太妙了 古云峰一脸焦急的走到了邓家春的身边 邓军啊 我马上通知各镇的党委书记和信访办 让他们做好应急准备 公安这边恐怕也得多拍些警力啊 遇到情况 咱们先将现场解决再说 邓家春比古云峰更了解城津面临的复杂局面 我刚才已经增加了警力了 也增派了些车辆 古云峰见公安已经有所准备 这才稍微安心就开始给沿途各镇的党委书记打电话 九点三十分 从城津方向开过来一辆开道警车和一辆中型客车 以前这种情况中型客车多用伊维克 这一次沙州政府提高了公务用车的标准 将伊维克换成了丰田客车作为领导视察的专业车 到了城津境境内 丰田客车在侯卫东的面前停了下来 杨森林站在门口招了招手 请侯书记和蒋县长上车 侯卫东和蒋湘于联盟上了车 其余的领导就上了城津县的伊维克车 一辆开道的警车 两辆客车就朝城津县县而去 车内开着空调 市长刘斌穿着藏青色的西服 有档次有丰重 看着公众两旁的标语 刘斌心平气和的说 侯书记啊 杨森林站 下次不要刮什么标语了吗 领导是人民的公仆 应该深入基层嘛 刮这些标语 反而显得我们脱离人民群众啊 刘斌说的不轻不重的 侯卫东的心里三分紧张 又有三分的不是自问 刘市长 下次一定注意啊 初当沙州市长的时候 刘斌是最看不惯这些表面文章的 换作当年 他肯定会严令 立刻将这些花架子撤掉 不过此时的他 知道基层的事情很复杂 包容性大大的增加了 只是轻言淡语的说了两句 在丰田车上 随行的人有副市长高荣 市政府的秘书长杨森林 专职秘书小秦 市府办的刘坤 还有市电台和报社的记者 刘坤坐在车后排 车行至城京境内的时候 他远远的就看到被人簇拥着的侯卫东 心里感到一阵酸溜溜的 犹如一根针朝心里钻刺 从一阳清临镇副书记算起 他当副科政科级干部 已经有六七年了 转眼都已经三十岁了 却仍然在政科级徘徊 他在心里想 这沙州只有四个县委书记 我就算再努力 也很难当上县委书记 他妈的 这侯卫东的运气也太好了 从读大学的时候开始 侯卫东就是学院的风云人物 刘坤暗中对他有着嫉妒之心 参加工作以后 他先在县府办后代清临镇当领导 算是压住了侯卫东 不料侯卫东跳跳成为了副镇长以后 一路过关斩将 成了领袭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这就让刘坤产生了深深的失落感和无助感 侯卫东给杨森林打了招呼以后 坐在刘斌的身旁 介绍城沙公路的建设情况 周市长 城沙公路是成津县 通往沙州的唯一的主干道 是成津发展的生命县 公路招投标以后 县里加大了对公路的监督力度 确保公路建设的质量 刘兵一边谈话 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 到了双河镇 看着连片的菜地 他问道 这是成津县的蔬菜基地吧 土地调整 是不是有些难多 蒋湘瑜知道刘斌为什么要问这个话 他主动接过了话头 前年刘市长到诚心视察 对蔬菜基地建设提出了要求 这两年蔬菜基地发展得很快 等到城沙公路建设完成 我们有信心 占据沙州市场蔬菜供应的半地江山 嗯 双河镇是煮水河冲击而成的 那是天生的菜园子呀 翔瑜你有这样的信心 我很欣慰呀 新世纪的发展大幕已经拉开了 我们恰逢其时啊 这是很荣幸的事啊 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韦东啊 还有翔瑜啊 你们两个主政一方 将带领七十万群众奔小康啊 肩上的责任重如泰山 一席话说的侯卫东和蒋湘于频频的点头 十点钟 成津县千辛矿企业第一阶段 既改及整治非法采矿工作总结大会正式开始 会议开得很简洁 第一项议程是侯卫东总结成津县整治千辛矿的工作 第二项议程是奖励 李东方 曾献永和前县委办赵主任三个人 获得了计改先进奖 第三项议程是由沙洲市长讲话 第四项议程是刘兵参观已经完成的第一期计改的千辛矿企业 就在市长刘兵兴志勃勃的参观李东方企业的同时 一条鸡羹道上开过来了两辆货车 货车是寻常的运货车 不寻常之处在于车上站着数十号人 不少人手里还拿着横幅和标语 在货车停车的地点下方约200米处 便是正在施工的成沙公路 站在停车点可以俯视着公路 从公路上却不能看到停车点的具体情况 等到下午一点钟 停车点上的一位胖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刘兵已经出城了 最多二十分钟就到你们那儿了 雷哥 谢谢啊 谢谢啊 你办事嘴巴文讲 如果透露了风声 我活劈了你 哎呀雷哥你放心 你放120个鞋 你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成沙公路上市长刘兵看了经过计改的千辛矿 心情不错 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一路上谈笑风生 不错吗 啊 现场看到的情况很好啊 出乎我的意料 我看你们城间啊 可以作为全省整治矿业秩序的工作典型了 听刘兵这么说 侯卫东其实最不愿意成为整治工作的典型 成为典型 那就是给自己套上了绳索 他客观的说 邓市长 我们曾经的整个工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啊 最尖锐的问题就是非法小矿关闭的问题 涉及千家万户 阻力很大呀 嗯 这个我也知道 不过这个事情从两个方面来谈嘛 一是群众利益无小事 你们关闭非法小矿 必须要做详细的准备工作 以及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确保不能出乱子嘛 第二是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这些小矿啊 必须极致签明 态度坚决 该关必须要关 说到这儿 刘兵又语重心长的说 伟东 项羽啊 这就要考验你们 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啊 正在说着话 前面突然传来了警车的喊话声 公路两旁出现了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生存 劳动光荣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标语 数名警察拼命的想开出一条通道 便很快陷入了人群之中 场面失去了控制 县委办主任谷云峰看到这个人群 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头脑猛然间丧失的思维能力 坐在谷云峰前排的邓家春反应格外的迅速 他从一位课上跳了下去 一边跑一边用对讲机说着什么 谷云峰被邓家春的动作提醒了 他拿出手机 给双和镇的党委书记梁勇打了电话 交代了任务以后 又觉得不对 这帮人明显不是双和镇的人 他马上又给乡起局打电话 侯卫东一直并排坐在市长刘斌的身边 这是刘斌的要求 按刘斌的话说 这并排而坐有利于交谈 蒋湘宇则与市政府的秘书长坐在后排 谷云峰刘坤等人坐在车位 看到情绪激动的人群 侯卫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不过脸上的神情原来很平静 刘市长 今天开会表彰的是进行了计改的千辛矿 对于耗能高污染重 以及没有开采症的小千辛矿 还是要逐步关闭的 从赌路者所持的标语来看 应该是非法小千辛矿的老板 想聚重反应这个情况 他原本想说是聚重闹事 可是画到了嘴边 看到刘斌专注的神情 就将聚重闹事变成了聚重反应情况 沙州除了易阳 其他三个县都有有色金属 市长刘斌作为行政长官 当然知道整治矿业秩序的艰巨性 出现这种场面并不觉得特别的吃惊 嗯 处理这类上访时间要慎重啊 要注意方法 但也不能软弱 六个字 有礼有礼有节 见到邓家出和谷云峰 已经出现在了人群里 侯伟东的心理踏实了一些 主动监讨 刘市长 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看着窗外积分的人群 刘斌摇摇摇摇摇摇摇 伟东啊 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 出现时间很正常嘛 更不要说整治矿业秩序这种大事了 当然了 不做事就不犯错嘛 少做事少犯错 所以啊 对于这些一心要做事的同志 市政府肯定是要保护的嘛 侯伟东对于刘斌的宽容 还有一些意外 谢谢刘市长 谢谢您对基层同志的理解 鼓励和保护 请您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了 在侯伟东的印象之中 刘斌一直是一位棱角分明的领导 当年在易阳工作的时候 出任市长的刘斌 真可谓是意气方法 指点沙州激昂易阳 曾经多次批评了 时任县委书记助言 而今天 这个刘斌已经被磨平了不少棱角 变得沉稳了许多 遇到拦路的事情 不仅没有发怒 反而主动宽慰起了侯伟东 车外的人群吼声不断 还举着不少标语 刘斌看了一会儿 问道 伟东啊 我到成金来开会 你事先是否向外人提起 刘市长 除了几位县领导 其他人都不知道 刚才在路上看到的标语啊 是施工队老板连猜带蒙 自作主张挂上去的 刘斌用手指着指前面的一幅标语 你看看那幅啊 恐怕我到成金的消息啊 早就被人透露出去了 所以他们这是有备而来啊 人群中有一幅标语明显出自广告公司之手 上面写着 人民市长人民爱 人民市长爱人民 侯卫东直言不讳的说 刘市长 有色金属矿是重力企业啊 并不需要高科技 一套采掘设备 主要是柴油机和钻头 两三万元就能搞定了 深山老林里被抓的可能性又很小 即便抓了现场损失也不大 执法部门还不能随便抓任何处罚 而且当地的干部和这些千心矿啊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这也是我最头疼的地方 每次商量了什么事 总是很难保密啊 是啊 刘斌好像很有感慨的说 说起保密 不是城津一个县的问题啊 就算是市委的常委会 泄密的事件也是频频发生啊 只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城津确实应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啊 整肃队伍 否则你侯卫东很难有所作为啊 刘斌和侯卫东坐在车上 平静的交谈着 两个人都没有下车的意思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辆警车 又过了一会儿 双和镇的党委书记梁勇也过来护驾 在警察与机关干部的共同努力之下 围车堵入的群众渐渐的被包围风格 带离了公路前场 带堆了警车 见公路被打开 按了两声喇叭 便如入水之鱼 迅速穿过了人群 丰田客车的驾驶员和伊维克的驾驶员 经验都很丰富 他们紧跟着警车 迅速将喧嚣的人群抛在了脑后 等到几辆车离开的视线 邓家春两眼一瞪 对手下的干警说 让干警们退到两边 随着几声喇叭响 所有的公安干警都退到了一边 与那些挥舞着标语的人群对峙着 车上有两个便衣拿着摄像机 将所有参加赌路的人都射了下来 人群见到几辆汽车都离开的视线 也就没有了闹腾的兴趣 邓家春挥了挥手 招过二科的科长 这点事交给你了 一定给我找出带头的人 将刘斌送出了成金陷阱 侯卫东和蒋湘宇又做上了一位客 蒋湘宇感慨的说 卫东啊 今天这事让成金很没面子 幸好是遇到了刘市长 要是搁在其他领导人的身上 这恐怕就麻烦了 至少印象会不好啊 是啊 刘市长胸襟很开阔 让人佩服啊 侯卫东嘴里敷衍着 心中却在暗自盘算 刘斌在沙州任职这几年 被周昌泉压得死死的 不过坏事也变成了好事 至少现在的刘斌 相较以前成熟稳重了许多 他的成金之行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啊 到了刚才发生意外事件的地点 只见不少破碎的标语摔在地上 激动的群众已经如去散去了 留下的群众也失去了刚才的激动 见到伊维克从身边经过 表情很漠然 蒋香瑜观察着公路两边的人 有好几个是自己认识的小老板 心中安详 这些人是没有多少文化的粗人 不少人胆大妄为啊 把他们惹急了 说不定真有可能出大事 这个烫手的山芋 还是让侯伟东继续捧着吧 想到了这一点 蒋香瑜扭过头来 侯叔叔 这些人太不强化了 居然堵了领导的车队 给沙州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 如果不处理几个人 势必助长这股歪风邪气啊 侯伟东顺水推舟的说 是啊 这个事情兴致恶劣 但是以此事来处理人还是不够格呀 江先生 县政府这边要加强对税收征收的监督 如今偷税漏税相当严重 成金财政本来就是吃饭财政 让这笔钱流失啊 那太让人心疼了 绕开矿产问题处理矿产问题 这是侯伟东整治有色金属矿的一贯方针 前一段时间治理污染 他以治安案件和污染为名 关闭了一批问题严重的小企业 效果也不错 下一个阶段 他准备以查税为名 再次处理一批论 蒋相余的脑筋反应得很快 成金的惯例是由常务副县长 来协管税收这一块 我建议由福全同志来主持吧 在常委会上 我们研究一下这个事情的具体方案怎么样 好 县委常委会争取在这周就开 接时 你将这个事提出来 侯伟东刚回到办公室 就接到了秘书长洪昂的电话 伟东啊 怎么搞的嘛 怎么能让上访的群众堵了市长的车呢 你太大意了 哎呀 秘书长了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穿千里啊 我真的很没有面子 侯伟东与洪昂关系不错 说话也就没有绕弯子 伟东 现在市里有人说 成金县对于有色金属矿的整治工作操之过急 引起了大范围的群体事件 有些话说得很难听啊 什么嘴上无毛办事不劳等等 当然了 这些话都是不负责任的胡话了 你不要记在心上 另外 市委还收到了几封针对你的告状信啊 秘书长啊 你说说啊 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怎么就这么难呢 呵呵呵 伟东啊 机关有些人闲着没有事情做 当然只有说空话了 挑挑做事人的毛病 否则时间怎么打发呀 他也体现不出身在机关的价值嘛 当然了 除了机关这些闲人之外 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嘛 这些人都是为了利益 这些人 更值得你注意啊 林书长 我行的正站的直 不怕告状 伟东啊 你倒成今的所作所为 市委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看在眼里的 这自有公论吗 朱书记不是出来吗 新车来了总要磨合 新搭的领导班子也需要磨合吗 书记对杀州的人和事都有一个全面认识的过程 这段时间你可要千万小心啊 同时要注意一下朱书记的讲话 说到这儿洪昂顿了一下 哎呀 你得多向黄书记汇报汇报啊 黄书记天天和朱书记见面 他说话 他说话 像我不一样啊 洪昂的最后一句话 让侯卫东陷入了沉思 晚上 侯卫东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朱民生严肃的面容 皇子弟四笑非笑的面容 非法采矿业主激愤的表情 老方县长花白的头发 张永泰浑身的血红 这些人不断在他的头脑中转换着 就像泰山一样压在他的胸口 侯卫东想喊 却发不出声音 行事风格果断刚毅的侯卫东 终于在某一时刻激怒了顶头上司 一场针对侯卫东的密谋 徐徐展开 他即将经历一场 进入仕途以来 最大的危机 下一期的子业柔情 将为您播出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六部 敬请关注 听众朋友 小乔老树创作的长篇自传题小说 侯卫东官场笔记第五部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 本作品为起点中文网作品 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演播王明军 责任编辑徐北威 录音师贺希平 感谢您收听 宝贱永远 快乐